在尝试征服那位病交的女反派后 我失败了 我伪装死亡 逃离了整整七载 柳如烟对我 从未有过一丝情感的波动 我最终选择了放手 转而踏入了另一片天地 然而 当新的目标出现在我面前时 我惊讶地发现 她依旧是柳如烟 我心中惊涛骇浪 你是如何找到这里的 少女轻巧地点起脚尖 环绕着我僵硬的脖梗 她的笑容纯净而柔和 你曾说我是一条疯狂的狗 那么我自然是追着气味而来 哥哥 今日是攻略的最后期限 若柳如烟未能对我倾心 那么 今晚过后 我将命丧黄泉 而眼前的电视屏幕依旧光芒四射 柳如烟身着一袭酒红色的低胸长裙 她的气质高贵光彩夺目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可此刻的我截然不同 她与当红男星并肩而立 笑容温柔 我能走到今天 多亏了林先生的陪伴 眼洁下垂 难得露出几分真情 她就是我的光 场下顿时间叫一片 那叫林更揪的男明星 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真讽刺啊 明明我也姓林 明明我才是陪在柳如烟身边七年的人 我曾为她拼命打工掏学费 也曾为她挡酒喝到未出血进医院 可到生命的最后 却连被她提及都不配 我最后不死心地朝系统看了一眼 攻略直一蓝的林依旧先红刺眼 彻底死心了 算了 既然命运无缘 我也不再强求 听着系统在我耳边提示 您拥有复活机会一次 是否愿意更换攻略对象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我能复活 但我仍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愿意 并交反派我真的攻略不起了 上辈子系统让我自由选择攻略对象 在一众人选中 我的目光被一个叫柳如烟的少女吸引了 她明明年纪上小 可被标注的攻略困难等级 确实这是最高级别 出于好奇心 我看了她的设定 从小在扭曲阴暗的环境长大 B点一点被扭曲本性 最终变成英智的反派 在囚禁男主无果后 最终自杀身亡 结局惨烈 我沉默两久 最终选择了柳如烟作为攻略对象 不是因为觉得这个任务刺激 也不是因为贪图柳如烟的美貌 而是因为我想拯救她 她的眼睛很漂亮 如同冰山上未经污染的水 澄澈淡然 这是一双无辜的眼睛 我不想让她染上鲜血 如果柳如烟能在爱的环境里长大 是不是就不会黑化了 是不是就不必变成设定中的那个疯子 我就是抱着这种决心 才去攻略柳如烟的 可后来我才知道自己大错特错 疯子就是疯子 可以伪装 但改不了天性 第一次见到柳如烟时 她还很小 那时她微红着眼眶 小心翼翼地拉着我的袖子 哥哥 我没有家人了 你可以永远陪着我吗 我心软了 就因为那一句话 我真的陪了她一辈子 直到死亡 在那七年里 我替柳如烟承受了大部分黑暗 剧情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 但我并不在意 因为柳如烟对我的好感度 在一点一点上升 她开始变成和袁柱完全不同的人 温柔有礼 乖巧懂事 还会在我受伤时撒娇着拉住我的手 声音委屈 哥哥 你别替我出头了 我不想让你受伤 我的心都快化了 这也让我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可是直到男主出现 一切都变了 那个叫林更揪的男人耀眼夺目 一出场就如同太阳 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 包括柳如烟 她开始像袁柱剧情那样 频繁关注林更揪 打听有关她的消息 我几乎心脏骤停 在原著中 柳如烟就是因为对男主爱而不得 还被刺激的彻底黑化 她把男主囚禁在地下室中 陷入了蜂魔的爱情 最后在男主逃出那天 她自杀了 我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柳如烟走向这个结局 于是我开始苦口婆心地劝解她 让她离林更揪远一点 可柳如烟不但听不进去 还对我的好感值日一下降 直到攻略日期截止那天彻底归于了零 努力了七年 到最后我也还是输给了原著剧情 真可笑 不过好在一切都过去了 我又进入了新的世界 即将迎接新的攻略对象 至于在上一个世界里 柳如烟到底会走向什么样的结局 我已经不想管了 我经历过了 系统开始发出提示 提醒您的攻略对象即将到达 请您做好准备 我拍了把自己的脸 强行提起精神 开始投入新的任务中 视线内 一位气质金贵的陌生少女慵懒走来 微笑着开口 哥哥 我等你好久了 这就是我的新攻略对象张如晴 我也笑着回应了她 可笑着笑着 我的表情就僵住了 眼前少女的眼睛幽蓝 仿佛冰山上的刺骨泉水 简直像极了柳如烟 我如坠枯 这个眼睛是柳如烟吗 我毛骨悚然 再次仔细望去 可是除了眼睛之外 眼前的少女和柳如烟毫无相似之处 张如晴歪了歪头 不解道 哥哥 你在看什么 还好 声音也不像 这才轻轻松了一口气 没什么 果然 是柳如烟给我的印象太深 害得我有心理阴影了 我调整心态 继续按照提示念台词 你就是张如晴吗 你被我领养了 以后就是我的亲人了 文言 张如晴露出一个甜甜的笑 那就谢谢哥哥了 我心里忽然有些不安 张如晴的设定明明是叛逆暴躁 让人头疼的不良少女啊 怎么会乖巧的一口一个哥哥 但我强按捺住了想法 系统是不会出错的 应该都是错觉吧 张如晴跟我说 他还有行李没收拾好 要回福利院的房间一趟 我同意了 坐在隔壁房间等他 院长笑着同我搭话 林先生真是管教有方 张如晴这姑娘本来是最难管教的 您一来 她居然变得服服帖帖了 我礼貌道 您客气了 张如晴 她本来就挺乖巧的呀 文言 院长诧异地瞪大了眼睛 张如晴 乖巧 您再跟我说笑吧 这姑娘小小年纪就抽烟喝酒打架 手上全是纹身 还降得跟块石头似的 要不是您好心领养了她 我现在还头疼呢 听着听着 我的心逐渐下沉 不对劲 这些设定没一个 她可能和我刚才见到的张如晴对得上 而且手上全是纹身 可刚当的张如晴手上明明没有任何痕迹 就算是临时把纹身洗了 也根本不可能这么光洁 也就是说 我见到的张如晴 根本不是真正的张如晴 那她是谁 我惊悚至极 瞬间起身 勉强带着歉意冲院长笑了笑后 我冲出房间 必把推开了隔壁的门 屋里没开灯 光线很暗 一阵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一个陌生的少女躺在地上 额头上鲜血横流 惨不忍睹 她的嘴被堵住了 但依旧发出愤怒 扑上眼睛发红的奋力挣扎 看到她的那一刻 我的冷汗刷在流下 行为粗鲁 脾气暴躁 满手纹身 这才是真正的张如晴 就在这时 不轻不重的高跟鞋声从黑暗中传来 假的张如晴走了出来 她歪着头看向我 边走边扯下了沾血的人皮面具 一张信眼红唇的熟悉面容露出 在黑暗中显得病态而危险 是柳如烟 我不可置信地后退了两步 明明只是书中的角色 她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 柳如烟看着我慌乱的脸 轻笑一声 好久不见了 哥哥 说着她漫不经心地一脚踩在了张如晴头上 眼里是毫不掩饰的嘲弄 你离开我就是为了攻略这种废物 房间内静得可怕 我站在原地不动 心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 柳如烟究竟是怎么来的 而且她是怎么知道我有攻略任务的 柳如烟看着我苍白的脸色 轻笑一声 被吓到了 不过我本来是打算尽快把这个废物处理掉了 省得暴露自己 但没想到还是被你撞见了 处理掉是要杀掉真正张如晴的意思吗 在我愣住的时候 柳如烟雪白的手指按上我的唇 似是眷恋的妈撒着 不过这样也好 毕竟压着嗓子学别人的声音太麻烦了 她的红唇逐渐透进我的耳朵 声音褪去了刻意伪装的青色 恢复了熟悉的成熟魅火 那接下来张如晴这废物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刚刚因为柳如烟的靠近僵住了身体 并没有听清这句话 于是艰难地吐出了两个字什么 可下一刻 尖利的痛苦惨叫声就刺进了耳中 我一下子清醒了过来 朝底下看去 只见柳如烟依旧漫不经心地踩在张如晴脸上 并未见如何用力 可张如晴的脸已经变形 显得争鸣而痛苦 鲜血也喷涌而出 柳如烟这一脚是冲着她的命去 我震惊了 情急之下一把拽住柳如烟的手 你在干什么 张如晴眨了眨眼睛 竟然显得有几分无辜 我在杀她呀 这语气太过自然 就好像在讨论今天吃了什么一样 我一时间噎住了 过了一会儿 我才重新反应过来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你跟她有什么深仇大恨 至于要杀了她 文言 柳如烟的眼神愈发深不可测 透露出了隐隐的疯狂 你离开我去攻略她 她难道还不该死吗 我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居然只是因为这种理由 这女人简直是个疯子 房内陷入一片死寂 只有张如晴愤怒的乌声越发刺耳 正在扭动反抗 她脾气暴躁 可先是被人用脚踩着 又是被一口一个废物地侮辱着 虽然气得不轻 柳如烟被吵得秀眉促起 她彻底退去了优雅的伪装 不耐烦地用鞋根 撵住张如晴的手指 杀意尽险 想留全尸就闭嘴 张如晴在剧痛中 竟拦着蜷缩起了身体 不敢再出声了 我也颤抖了一下 上辈子柳如烟在我面前 从来都是乖巧听话的 就算最后两人渐行渐远 她对我的态度 也只是礼貌冰冷 从来没露出过这么疯的一面 这样的她不像是我 看着长大的少女 反而更像是设定中 那个阴暗偏执的风批 陌生至极 见我僵住了 柳如烟轻易地握住了我的手 哥哥 你之前说过 我是你的独一无二 可为什么现在有替代品 我如梗在喉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自顾自在我冰冷的手上蹭了蹭 你如果忽略她脸上的血 简直就像是温顺年人的小猫一样 可说出的话却让人头皮发麻 一想到这废物替代品要被你攻略 听到你的情话 我就极度地快疯了 所以我恨不得立刻杀了她 把她大谢八块 让她下辈子都没胆子靠近 越是说到后面 柳如烟交好的面容就越是扭曲 病态地疯狂满意而出 我越听越颤抖 一把从她手中抽出自己的手 咬牙切齿骂道 柳如烟 你简直是知无药可救的疯眼 你到底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我一边骂一边转身去开门把腿 恨不得立刻离开这个窒息的地方 离这个疯子远一点 可就在这时 一股无力感突然不受控制地涌了上来 我的身子瞬间发软 差点一个 亮呛倒在地上 就在这时 一双雪白的耗壁缠上我的脖子 把我搂入怀中 柳如烟捉住我贪软的手 放到唇边轻轻一吻 语气完胃 你说我是疯狗 那我当然是闻着味找来的呀 哥哥 他身上有着淡淡的香气 在贴近他之后 我身上的力气流失得更快 神志也开始不清醒 不对劲 这个香味好像是迷啊 从我踏入房间开始 他就一直若隐若现地 从柳如烟身上散发出来 只是刚刚血腥气太重 再加上我太紧张 所以才会一直没注意到 我强忍着眩晕 愤怒的质问 你居然对我下药 柳如烟已经冷静了下来 他伸出手温柔地 遮住了我的眼睛 好梦 我确实做梦了 在上辈子的某天下午 青涩美丽的少女 站在一片紫藤花下 有些疑惑地问 为什么要在院子里 种那么多紫藤花 我正忙着浇水 便随口回答 因为便宜 少女轻笑一声 那你喜欢什么花 你等我以后能赚钱了 就在我们家种满它 我忍俊不禁 长大赚钱了 难道还能和哥哥住一块 少女挣住了饭傻 他才垂下眼睛 认认真真说道 哥哥 我记得你在领养我的第一天就说过 她吹在我的头上 少女点起脚尖 伸手粘走花瓣 一眨不眨地凝视着我 既然哥哥喜欢紫藤花 那我现在也喜欢了 我几乎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瘦 那是七年前的柳如烟 我曾经真真切切地喜欢过她 不是因为攻略任务 我甚至向系统恳求过 如果攻略成功之后 我不想立刻脱离世界 我想陪着柳如烟走完一手 不过还没等系统同意 林更娇就出现了 她阳光开朗 如同玫瑰般名贵 吸引了柳如烟所有的目光 然后柳如烟用第一笔工资 为林更娇买了99树玫瑰 她对林更娇露出了温柔的笑容 玫瑰很配林哥哥 在后来 她成了新上市公司的女总裁 林更娇也成了炙手可热的明星 她为她建了一座 巨型玫瑰园的消息传遍全国 而当初那个要和我永远在一起 要种下一屋紫藤花的誓言 却逐渐埋没了 只剩我一个人 记得从梦中惊醒的时候 我还没完全缓过来 上辈子的事一幕幕在眼前划过 让我有些喘不过气 就在这时 一只手忽然俯上了我的脸 柳如烟坐在床头 轻轻擦拭着我的眼角 哥哥 你眼睛怎么红了 我一惊 我居然流泪了吗 我猛地回过神来 不对 现在的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我这是在哪 直到这时 我才注意到自己躺在一张大床上 周围满是华丽名贵的装饰 灯光散发着冷冽的光 冰冷而陌生 不知道自己被柳如烟带到哪里 我抬起头看向他 他嘴角还挂着浅笑 依旧跟当年一样一脸 只是眼神深不可测 再也没有那时的真诚热恋 早已面目全非 柳如烟起身去端了一杯热牛奶 体贴地递给我 哥哥 是做噩梦了吗 喝点这个应该会舒服一些 我没接 他能在香气里下药 就能在牛奶里也下药 我冷静下来 警惕地盯着他 柳如烟 你到底要做什么 一字一句清晰无比 我自认为上辈子 没有任何对不起你的地方 以至于要两辈子都追着我 毁了我的生活吗 柳如烟的笑容似乎僵住了 过了半晌 他才轻声开口 如果我说我只是想找到你 和你永远在一起 你信吗 这个回答出乎了我的意料 要不是上辈子的攻略之魏林 我都要觉得他是真的喜欢我了 我冷笑一声 你想和我永远在一起 你不是在媒体面前说能走到今天 多亏了林更舅的陪伴吗 现在又需要我的陪伴吗 扑痴 柳如烟突然笑出了声 你说林更舅啊 他神情无辜地歪了歪头 哥哥不用太在意他 毕竟他已经是死人了 在我反应过来之前 柳如烟已经站起了身 笑眯眯地对我说 对了 哥哥之前说过要给你一个惊喜的 不过既然你现在心情不好 那我就提前端上来吧 说着是有浮雕的大门应声而开 一堆保镖拖着一个贪软的男人 整气无声地走了进来 那男人脸色惨白 早已没了呼吸 可一双眼睛却惊恐地瞪着 仿佛生前看到了什么极为恐怖的事物 在那一瞬间 我的冷汗刷的一声落了下来 血液似乎全部涌上了脑袋 四肢也随之冷的彻悟 因为这个男人居然真的是林耕舅 我在震惊中心脏狂跳 出于私心 我对林耕舅确实喜欢不起来 但他毕竟什么都没有做到 我也从来都没讨厌过他 可现在他居然死了 看着被拖在地上的尸体 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荒谬至极 原本耀眼强大的男主 就这样死在了最爱他的女人的手下 就好像一个匆匆烂尾的故事 让人觉得很不真实 就在这时 柳如烟在我耳边说 哥哥 有件事你好像误会 我在媒体面前感谢的时候 说的一直都是林先生 他从来都指的是你林家木 而不是林耕舅 他的声音甜美动听 只可惜我彻底听不进去了 这对我来说就是恶魔的声音 柳如烟居然连最爱的男主都能杀 那还有什么事他做不出来 难怪在上辈子 他对我的好感都能迅速亲密 因为他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疯狗 天生坏种 这次追着来抓我 恐怕也只是不想失去一个有意思的玩具吧 我越想越冒冷汗 难怪柳如烟的攻略难度是最高级别 这种女人根本就不可能被攻略啊 柳如烟歪了歪头 哥哥 你怎么看起来不惊喜啊 她的声音有些失落 你不是很讨厌林耕舅吗 我还以为你看到她死了会开心一点呢 怒气瞬间上涌 我咬牙切齿道 你真是疯了 哪个变态看到死人会开心 还没等我说完 柳如烟就自顾自地打断了我 看来是这个惊喜还不够让哥哥满意了 是我的错 管家 把剩下的礼物送进来吧 一个管家模样的人恭敬地应了一声 对门外的保镖招呼了一声 下一刻 一堆保镖就拖着一群人进来了 他们都被绳子绑得严严实实 嘴巴也被死死堵住 只有一双惊恐的眼睛露在外面 其中甚至还有受重伤的张如晴 一股不安感瞬间涌上心头 我颤抖着转向柳如烟 你这是什么意思 柳如烟没说话 勇懒地从床上站了起来 朝人群走去 她缓缓抬起手 对准了他们 我忽然注意到她雪白的手掌中正握着一把枪 那些跪在地上的人 显然也注意到他们越发惊惧地发出乌声 房间内俨然一副地狱般的绘图 强大的压迫感席卷而来 让我窒息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柳如烟不慌不忙地妈撒着手枪 突然回头笑眯眯地看向我 哥哥 你来选吧 我瞪大了眼睛 什么 柳如烟笑得愈发病态 她的语气温柔似水 我是说 哥哥 你看不惯哪一个 我来帮你杀掉她 或者如果你全都不喜欢 那我就都杀了 这个疯女人 我有种强烈的预感 如果我选了柳如烟 真的会毫不犹豫地动手 必须要立刻阻止她 我强迫自己迅速冷静下来 尽量平稳地开口 柳如烟 你冷静一点 柳如烟神色不明地望着我 我迎着她的目光 强人紧张 继续道 你怎么能残害无辜的人呢 我以前教过你要重视生命 你全都忘了吗 听到以前两个字 柳如烟的脸色缓和了一些 不过依旧没有放下手枪 她收敛的笑容温声道 可是他们没一个是无辜的 哥哥 你还没看出来吗 这些都是老熟人了 话音刚落 她就突然朝张如晴的脸狠狠砍去 这发展太过突然 张如晴毫无防备地被踹倒在地 与此同时 用来堵她嘴巴的布团也滚在了地上 一阵怒火冲天的叫声瞬间传来 痛死了柳如烟 你个死爹妈的贱女人 竟敢这么对老娘 旁边的保镖管家们下的脸色苍白 急忙去看柳如烟的脸色 可柳如烟并没有什么波动 她甚至没理会张如晴 而是转头对我一笑 这样你还认不出来吗 我艰难地眨了眨眼 前所未有的恐惧与憎恨席卷而来 让我的脑袋嗡嗡作响 我认出来了 上辈子我为了保护柳如烟 替她默默承担了很多原著里的黑暗剧情 这些剧情并不是轻描淡写一句话就能概括 而是我长达几年的一场噩梦 痛苦不堪 仔细看来 这些跪在眼前的人 每个都是熟面孔 有校园霸凌 有打劫我的小混混 而张如晴就是带给我心里阴影最大的 她一头红发 暴躁粗鲁 是一群精神小妹中的领头人 曾在我拒绝她的追求后 恼羞成怒 闯入我家 洗劫了全部财产 那些钱是我辛辛苦苦攒了一年 给柳如烟交学费用 我当时快气疯了 立刻去找张如晴要回钱 可这一举动却激怒了她 张如晴直接拉了张横幅 贴在我们学校最显眼的礼堂 渣男林家木睡完我之后翻脸不认人 还追着找我要小费 所有人都震惊了 不管我怎么解释 这个横幅还是很快就流传出去 那段时间 我只要露脸就会被人戳几两股 看 这就是那个不负责任的渣男 睡完女生之后还要找女生要钱 掉钱眼里了吧 我沉默了 不再解释 最终一个人收集这证据 把张如晴抓入了监狱 可在上警车的前一秒 她还笑嘻嘻地回头竖起终止 林家木 你敢惹老娘 等我出来 你看我怎么折磨死你 这曾一度成为了我的心理阴影 我怎么都没认出这个名字 这张脸呢 我一阵心急 但仔细想想 这似乎也情有可原 毕竟在这个世界 一开始张如晴一直被柳如烟冒名顶替着 我没机会看到她本人 后面出场时 她也是躺在昏暗的孤儿院房间里 鲜血遮住了五官 让人看不清长相 所以我才会没认出来 所谓的攻略对象张如晴 就是上辈子一直霸凌我的那张如晴 不过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 我冷汗直流 最可怕的是 我一直无条件相信的系统遵循着她的指令 所以在系统说攻略对象时 张如晴使我只是一乐 但并未多想 我以为这只是虫名 毕竟系统怎么可能害我呢 她不应该把我带到新世界 去攻略新的角色吗 可现在她怎么会让我去攻略一个霸凌你 我在心里不可置信地戳着系统 可系统却如同一潭死水 一句回应都没有 我这才意识到 自从柳如晴出现后 系统好像就再也没有说过话 连存在都感知不到了 柳如晴到底是什么 系统又为什么这么恶心我 被信任的人接二连三被刺 我窒息得几乎呼吸不过来 脸色惨白 另一边 张如晴依旧在破口大骂 快把柳如晴的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一遍 柳如晴一直无波无澜 只是回头笑咪咪地看向我 哥哥 要不救她了 在看到我的脸色时 柳如晴的笑容瞬间收敛了 她难得的慌张 急匆匆地向我走来 她紧紧地投入我的怀抱 就像小时候我哄她入睡那样 她轻轻地拍打着我的背部 哥哥 别害怕 那些陈年往事已经随风而始 我不会再让她伤害你 虽然对柳如晴心存厌恶 也知道她的话不过是虚情假意 但我的心确实因此感到了一丝未解 在漫长的黑暗中独自行走 我内心深处渴望得到一句温柔的安慰 哪怕是虚假的也好 在柳如晴轻柔的拍打下 我紊乱的呼吸逐渐平息 恢复了平静 与此同时 张如晴抱怨了许久 却无人问津 她的愤怒愈发强烈 她最讨厌被忽视和被轻视 于是 在四处张望后 她的目光最终落在了我身上 张如晴冷冷一笑 林家木 你现在是攀上了高枝啊 我身体一僵 她笑得越发猖狂 当初你死活不跟我在一起 我还以为是多证人君子呢 结果转头就和你妹倒在一起 你也不恶心 砰 下一刻 她不可置信地盯着胸前的伤口 鲜血喷涌而出 柳如晴不知何时举着枪 神色冷到冰点美艳的眼眸里掀起了 狂风暴雨 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说 哥哥 砰 又是一枪 你之所以能活到现在 只是因为我想让她看着你惨死了 还不明白吗 你活着的唯一意义就是在她面前死去 柳如晴走上前去 狠力地踩上张如晴的脸 居高临下地望着她 废物 砰 最后一枪 到最后 张如晴连惨叫的余地都没有 就被连续的三枪杀死 她死不瞑目 眼里全是不可置信和惊恐弯壮 柳如晴似乎是厌烦了 挥了挥手 算了算了 拖出去处理掉吧 看着心烦 训练有素的保镖们恭敬地应了一声 跪在地上的那群人 见识到了张如晴的下场 全都惊恐地挣扎了起来 他们踢泪横流 拼命摇着脑袋 可还是被粗暴地迅速拖出去 自食恶果 迎接他们的将是死亡 所有人全部走后 柳如晴站在床边 低下头久久凝视着我 半赏她才低声说了一句对不起 我一论 什么 柳如晴难得认真到 我本来想把这些人都偷偷处理掉了 可是到最后还是不甘心 不甘心你被欺负了那么久 却不能亲眼见证他们的结局 她的眼里闪过一丝真情实感的失落 所以我擅自把他们带来了 本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的 但这好像吓到你了 所以 对不起 一瞬间好像又回到了几年前 眼前的少女满心满眼都是我 真挚而热烈 特意把所有欺负过我的人绑在一起 把他们都送入地狱 只为帮我复仇 如果只是把我当成玩具 至于做到这个地步吗 我的心有些动摇 要是没有上辈子发生的那些事 我真的会觉得柳如晴也许是有一点喜欢我的 我紧紧抿着嘴 说不出一句话 柳如晴站起身来 轻声道 你今天经历的事情太多了 好好休息吧 我就不打扰你了 说着才转身离开 并顺手带上了房门 房间内浮着淡淡的紫花香 清淡安神 躺在其中就如同置身当年的紫藤花院落 我躺在床上 百思不得其解 我真的完全看不透柳如晴这个人啊 他为什么愿意为我做这么多 明明上辈子他对我的好感度是灵 就在这时 一阵熟悉的机械声音突然从脑内响起 宿主好久不见 居然是系统 我的困意全消 立刻坐起身来 系统 你这些天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一直感受不到你 系统凝重地打断了我 宿主柳如晴这个人不对劲 我烦躁地揉了揉头发 不用你说 我也看得出来他不对劲了 性情大变 反复无常 是个人都能看出来吧 系统却否认的 我不是说这方面的 我想说的是柳如晴好像可以感知到我 并且还能干扰我 我愣了 而且他身上的气场很强 会压制得我出不来 只有趁他不在才能出来说句话 系统的语气难得如此不安 柳如晴干扰了我 让我误以为带你去了新世界 有了新的攻略对象 但其实我们根本就还在原本的世界里 从来都没出去过 我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 难怪柳如晴还有张如晴那些人 能出现在我面前 原来不是他们进入新的世界了 而是我根本就在旧世界没走 我喃喃道 那柳如晴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沉默了半上 系统才沉重道 我觉得柳如晴应该是想让你和林更就换命 我的心重重一沉 我知道攻略者之间是可以互相抢夺寿命的 赢了就能拥有对方的寿命 输了原地被抹杀 不过这种方法太过阴毒 早就被主神禁了 更何况柳如晴又不是攻略者 他怎么可能会换命了 还是换别人的命 系统冷静分析道 你仔细想想 上辈子柳如晴对你的好感度为灵 对林更就的好感度却是满了 林更就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去世 柳如晴肯定疯了一样想救活他 更何况他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系统 而你和林更就又都是攻略者 用你的命和林更就交换是最合适不过的 最后系统一锤定音 所以他之所以费尽心思把你留在这讨好你 就是为了用你的命救活林更就了 我如坠冰窟 林更就是攻略者 系统应声式的 而且他的级别比你高很多 你只能穿成一个路人 可他却能直接穿成男主 你们的目标都是攻略柳如晴 所以只要有一个人成功了 另一个就会被抹杀 所以说我和林更就只能活一个他 而柳如晴既然能干扰系统 那应该也是知道这件事的 但他选择了让林更就活 而且是两次 上辈子他让我的攻略度清零了 差点被原地抹杀 这辈子又在林更就不知道 为什么出事后把我强行留下来 来跟他换命 我真是蠢透了 在看见林更就尸体的时候 我居然以为那是柳如晴做的 但现在想来 他那么爱林更就 又怎么会舍得碰他一根头发呢 全都是装出来的 原来柳如晴不是不能被攻略 也不是没有感情的疯子 只是那感情不属于我 看见我恍惚的脸色 系统有些不忍的安慰道 你也别太伤心吗 毕竟柳如晴可是S级别的角色 只有林更就那种经验丰富的攻略者 才可能成功 你这种新手本来就做不到 见我毫无反应 系统信性地闭了嘴 过了一会儿 他不甘心地继续到 但是你是我的宿主 我是不会让你被抹杀的 你可不能坐以待毙啊 我有些心如死灰了 那还能怎么办 系统当然是跑啊 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为什么跑 系统点点头 他柳如晴现在还没完全掌控换命的方法 所以才会设法稳着你 但等他掌控后 你就没命了 所以当然要赶紧跑 我立刻起身 边下床边问道 柳如晴现在在这附近吗 系统暂时没感知到他的存在 估计是不在的 我放下心来 当机立断走到房门前 用力一推 出乎意料的是 门并没有锁上 但走廊两侧站满了训练有素的佣人 见我突然闯出 全部齐刷刷地望向我 柳如晴是不在 但佣人全都在啊 这和他本人在有什么区别 我的心跳陡然加速 这群人挡在这里 那我还能出去吗 就在这时 一个管家模样的女人笑着走上前来 林先生 您是想出来逛逛吗 我可以为您带路呢 柳如晴就是囚禁了我吗 既然明知不行 那只能按着来了 于是我挥了挥手 没关系 那你们别跟着我了 我就想自己在房子里随便走走 说着 我试探着走了几步 这群庸人相当听我的话 居然真的没有一个来跟着我 太好了 我立刻探着柔软的地毯 急切地跑了起来 然而半小时候 我还待在这座别墅里 这房子大的如同古堡一般 到处都是奢侈和名贵的装饰 以及一个个忘不到头的房间 我陷入了沉思 我好像迷路了 自从穿梳以来 我就一直和柳如晴 住在破败的小院落中 这种华丽别墅 我连见都没见过 更别提任路了 那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 一阵高跟鞋声从我身后传来 我立刻警觉地回头望去 却看见柳如晴 不知何时站在台阶上 正笑眯眯地盯着我 她穿着白色浴袍 斜斜已在扶手边 一举一动 尽是慵懒和无害 可声音却让人毛骨悚然 哥哥 你想去哪了 眼前的少女歪着脑袋 似乎并没有什么恶意 可我却连头皮都快炸开了 我狂戳系统 柳如晴怎么在这里 你不是说没感应到她吗 可回应我的却是一片死寂 这个破系统 怎么一遇到柳如晴就当机 真是太不靠谱了 柳如晴见我没回答 不紧不慢地走下楼梯 你该不会是想逃吧 这冷不丁的一句话 让我冒出了冷汗 我知道自己现在绝对不能说是 要赶紧想一个合适的理由 柳如晴走到我面前 伸手抬起了我的下巴 哥哥 但她还没说完就突然停下了话语 因为我突然抓住了她的脸 趁气不被一口亲了上去 我从来没有亲过人 因此吻得生疏至极 只胡乱贴了两下就分开了 柳如晴却呆住了 她僵在原地 半天都没反应过来 我心里冷笑一声 既然她那么喜欢林更久 那我这么做肯定能恶心她 说不定她还会因此嫌弃地把我丢出去 于是我将计就计 拖开了脸面 满嘴胡话 我没想逃 我到处乱走是因为想找你 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你 这种程度应该够了吧 我暗自深吸一口气 这些话连我自己都尴尬得要命 柳如晴肯定比我更接受不了 那就快把我赶出去吧 在我期待的目光中 柳如晴这才缓缓看向我 她一向漂亮澄澄的同眸按了下来 里面涌动着我看不懂的克制的清白 我心里一咯噔 不会做过头了吧 这眼神不会是要把我杀了吧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她居然缓住了我的脖子 猝不及防地吻了上来 跟我的吻不同 她的吻更加热烈疯狂 眼里的炽热无声而汹涌 我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跟想象的不一样 我的脸不自觉上的通红 下意识地想推开她 但是柳如晴紧紧贴在我怀里 不肯后退一步 我也很想见面 很想很想哥哥 不知亲了多久 她才勉强分开了一点 而我的脑袋已经一片空白 被突如其来的亲力砸猛了 下一刻 柳如晴就靠近我的耳朵 低声道 谢谢你 哥哥 就算你是骗我了 我也很高兴 柳如晴怎么这么灵你 这句话让我瞬间清醒过来 我立刻心虚地否认 你在说什么呢 我怎么会骗你 柳如晴不置可否地盯了我一会儿 半上台一开目光 那就好 就这么糊弄过去了 正在我暗自庆幸的时候 柳如晴突然开口 你想出去逛逛吗 我惊喜地朝她望去 却见她笑着又补充了一句 我陪着你 但不管怎么样 能走出这座别墅 就是成功的第一步 只要出去了 我总能找到机会逃跑 于是我点了点头 外面天已经黑了 我坐在柳如晴的车上 一度有些尴尬 我洋装随意地问道 我们这是要去哪 柳如晴倾笑一声 看起来心情很好 回家 难道刚刚那个别墅 还不是她家吗 还是说她在别的地方 还有另外的别墅 我内心瞬间不平衡了 世界上有钱人那么多 就不能多一个吗 我带着酸味开口 你家还真多呀 柳如晴瞥了我一眼 不只是我家 也是你家 我的大脑突然当机了 这是什么意思 就在这时 车突然停下了 柳如晴下车为我开门 声音温柔至极 下车吧 我有些莫名其妙地走下了车 却在看见眼前景象时有些吃惊 这是我和柳如晴上辈子住过的地方 眼前是一条熟悉的小巷 破败而狭窄 和柳如晴如今高贵的气质格格不入 但柳如晴依旧牵起我的手 一同踏入了小巷 跟我走 我走着走着 心跳声逐渐加快 不是因为心动 而是因恐惧和紧张 这条黑暗的通道给我带来过很多记忆 但大部分都不美好 我被小混混堵在这里打劫过 也被霸凌的人追来殴打过 最严重的时候 我曾缩在过角落里 想着自己会不会就这样死掉 想起这些 我的手心逐渐冒汗 柳如晴似乎是看出了我在想什么 她加重了握着我的力气 轻声安慰道 没关系的 哥哥 那些人现在全都死了 真是直接粗暴的安慰方式了 不过 随着对方手心的温度传来 我的不安感确实在逐渐消退 不知道为什么 即使系统提醒过这个女人很危险 我也下意识觉得 至少此刻她没有想害我 长江镜头灯影绰绰 但跟一般的灯火不同 这光的颜色是浅子的 我屏住了呼吸 眼前破败的院落里 紫藤花比我走的那年更加繁忙 几乎会成了一片紫色花海 在灯光和月光的照应下 美得让人窒息 柳如晴闭着眼睛 眼角在我脸色上落下一吻 欢迎回家 哥哥 在那一瞬间仿佛回到七年前 那个紫藤花下的少女 和眼前的柳如晴逐渐重合 我的眼眶莫名发酸 这个房子其实只住了三年 后面四年 为了让柳如晴有更好的资源 我们搬家去了大城市 在后面就是分道扬镳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回过这个家了 以为这些紫藤花早就死了 没想到 它们被人养得很好 柳如晴轻轻抚摸着这些花 本来是想以后再给你这个惊喜 大好像来不及了 这是什么意思 在我还没反应过来之前 她再次吻了上来 我表现得够明显了吧 哥哥炽热的呼吸缠在一起 如同一张诱人陷入的我 密不透风地将我包起 我一直很喜欢你 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吗 那一刻我心如雷骨 连脑子都慢了半拍 宿主 可就在这时 一道尖利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系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出现 激动的喊道 我终于突破柳如晴的压制了 他的语速快得像连发炮弹 宿主 我只能撑住一会儿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你趁他不注意 快捅他一刀 这样你就安全了 我猛了 下一刻 必把匕首凭空出现在我手上 这是你心解锁的道具 快动手吧 我的手开始颤抖起来 差点连刀都拿不稳了 不行 我做不到 明明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了机会 可看着眼前那张熟悉的脸 我却怎么都下不了手 我将刀藏在了背后 无力感深深涌上心头 柳如晴 你知道我是攻略者对吧 柳如晴一愣 尽管问题突兀 但他还是缓缓点了点头 我继续颤声问道 那你知道林更鸟也是攻略者 你知道我攻略失败会死吗 你为什么想要让我和林更鸟换命 到最后 我死死攥紧了拳 柳如晴 你真的喜欢我吗 你害了我那么多次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柳如晴的眼睛里满是我看不懂的情绪 似乎柔杂着心疼 无奈以及无尽的哀伤 他轻声开口 我知道林更鸟是攻略者 知道你攻略失败会死 也确实让你和林更鸟换命了 听到回答 我自嘲地笑了一声 我到底在期待什么呢 活了两辈子 我还是那么蠢 可下一刻 柳如晴又坚定地补充道 但是有一点你错了 上辈子攻略失败后 你之所以没被抹杀 还能有复活的机会 是因为我把林更鸟的命和你换了 他一字一句清晰道 所以他代替你被抹杀了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他 更没有想过复活他 我震惊地后退一步 这怎么和系统分析的不一样 柳如晴紧随着也走了一步 蓝眼苦涩地拉起了我的手 哥哥 你真的宁可相信系统内的机器 也不愿意再信我 我惶恐不安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柳如晴 轻笑一声 扑痴 下一刻 滚烫的鲜血突然溅到了我脸上 我瞳孔咒索 不可知心地向下看去 这才看到柳如晴居然握着我的手 把刀刺入了自己的心脏 系统也被震惊了 喋喋不休的话语瞬间停住 他温柔地伸手擦去我脸上的血迹 这样能证明我对你的喜欢了吗 柔软的手指在我脸上反复磨洒 眷恋无比 我几乎心脏骤停 下意识去堵那个流血的伤口 可是没有用 血液顺着指缝滴落在地 逼得我一阵窒息 柳如晴轻声道 哥哥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害你 想害你的一直是系统和林更九 我确实是个疯子 杀了很多人 但我杀的人都是欺负过你的人啊 慌乱之下 我没听懂这段话的意思 只是下意识去摸手机 想给救护车打电话 可就在这时 系统发出了剧烈的警告声 警告警告角色柳如晴的生命值迅速下降 即将引爆这个时空 请宿主立刻携带我离开这里 以往系统都是在大脑里直接跟我对话 可这次不知道是太急了还是怎么回事 竟然在现实中想起了 柳如烟勉强勾出一抹冷笑 急了急了也没用 林更九已经死了 那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系统说着 他眼底的风衣又肆意蔓延了起来 哥哥可以走 但你得留在这里和我一起死 系统怒声道 你这个疯女人 他下意识想要逃离 可却被莫名的力量压制的动弹不得 柳如烟咳出一口血 不再理他 而是温柔地望向了我 他认认真真的说 哥哥 你当攻略者是不是很不幸 不但会遇到我这样的疯子 还要去攻略张如晴那种人渣 就这样还要每时每刻 面临着被抹杀的风险 我的手颤抖了起来 但我有种强烈的预感 如果我现在不说 可能就再也没办法说给柳如烟听了 于是我终于不顾一切的崩溃 喊道 是 我确实很烦攻略的生活 如果可以 我也想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柳如烟笑了出来 可他笑着笑着又听到我说 但是在攻略途中能遇上你 我还是不后悔的 尽管过得很苦 但只要和你待在一起 我就会很开心 我骑视眼 我痛苦地深吸一口气 喜欢你 怎么能不喜欢他 在长达七年的朝夕相伴中 这滚烫又压抑的爱意早就深入骨髓 柳如烟愣住了 他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他的眼眶逐渐放松 声线止不住地颤抖 是吗 有你这一句 我就死而无憾了 下一刻 柳如烟摸了摸我的头 不过就算你不后悔 我也还是心疼 不想让你再被系统摆过来 他露出一个温柔的笑容 所以我会引爆这个世界 带着你的系统一起消失 回到你真正的家吧 哥哥 我瞪大了眼睛 瞬间被泪模糊了视线 不要 我想让你跟我一起走 可下一刻 我的身体就逐渐贪软 浑身的力气也在被抽走 我这才惊觉周围紫藤花的气味 和之前柳如烟给我下的迷药一模一样 柳如烟脸色惨白 但还是艰难地笑了笑 现在才发现吗 哥哥 以后要警惕一点了 要是遇上坏人该怎么办 我想伸手去触碰他 可是早已失去了力气 在意识消散前 我看到柳如烟对我笑了 好好睡一觉吧 醒来就有惊喜哦 这一刻 他的眼睛里满是清澈而热烈的爱意 仿佛还是七年前的少女 哥哥好梦 柳如烟很讨厌攻略者 他们总是带着一个叫系统的机器 擅自打扰他本就混乱的生活 第一个攻略者是什么样子 他已经记不清了 但是他仍然记得那一天 攻略者只高气扬地走到他面前 语气带着施舍的傲气 柳如烟 我知道你的生活是一滩烂泥 我会带你走出去的 柳如烟觉得好笑 他的生活环境可不是一滩烂泥 而是一个毒蛊 柳如烟的爸爸在他妈怀孕后 就丢下他一个人跑了 柳如烟的妈妈则是以泪洗面 精神崩溃 他把所有的痛苦都发泄在柳如烟身上 天天毒打 最后在醉酒时被路过的车撞死了 这种生活可是能把人活活逼疯的 攻略者怎会领悟其中的不幸呢 确实 首位攻略者在助力柳如烟数日后 便被他人瞩目 他开始遭受小流氓的冷嘲热讽 被同窗排斥 不久便无法忍受 选择转笑 表面上 他对柳如烟依旧关怀被指 但内心深处 却在对系统暗自咒骂 柳如烟真是个不幸的源头 难怪他的父母都遭逢不幸 若继续这样下去 我恐怕也要命丧黄泉 柳如烟并未向他透露 他能听见他和系统的对话 他只是觉得这一切颇为有趣 不是他自到奋勇要来拯救他的吗 为何现在却无法承受 直至系统提示攻略时间结束时 他的攻略值依旧为零 攻略者泪如雨下 柳如烟 你真的没有感情吗 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 你为何不对我倾心 柳如烟并不知情 但目睹攻略者面旁扭曲 灵魂被抽离 直至生命消逝 他感到颇为有趣 他似乎真的没有心 在守卫攻略者陨落后 剧情重新启动 又来了一个新的攻略者 他骄傲地在柳如烟桌前拍了张情书 以后我就是你男朋友了 当又一个新的攻略者来临时 柳如烟不耐烦地点着了烟 好像是第二十个了 一开始还能觉得有趣 可到后面他已经是厌烦至极 那些攻略者总是各种装疯卖傻 在他面前拼命表现自己 却又在被抹杀后 让整个剧情从头再来 这样黑暗的生活一遍遍反复 柳如烟长期静在暴力扭曲的环境 他能感受到自己越发疯狂的 连攻略等级都一路同一声导演 至今没人能让攻略值突破零 因此在剧情又一次重启的时候 柳烟忍不住咬牙切齿地想 下一个攻略者死的时候 他一定要把那惨叫录下来 反复回落 就在这时 一个有些犹豫的声音打断了他 你好 我叫林家木 柳如烟熟练 收敛起了病态 患上了一副可怜的假面 哥哥 我没有家人了 你能不能永远陪着我 这句话几乎能打动每个攻略整心 果然 眼前叫林家木的男人也动动了他 轻轻摸了摸他的头 好 可那时的柳如烟没想到 林家木居然真的能为了这一句话 不惧生死地赔了他七年 林家木第一次被霸凌后 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偷偷上药 系统连忙鼓动道 你擦什么药啊 赶快到柳如烟面前去展示伤口啊 却不得心疼死他 柳如烟站在门口听得冷笑一声 他怎么会心疼林家木 这些攻略者就跟批发的一样 有什么珍惜的必要吗 可林家木却有些猛 为什么要让他心疼 系统恨铁不成钢 你傻呀 女人就喜欢为了保护他而受伤的男人 他心疼你就是心动的开始啊 可林家木不赞同地摇了摇头 什么呀 喜欢一个人不就应该要让他开心吗 为什么要让他觉得难受和心疼呢 我不理解 系统愣了 你不会真喜欢上他了吧 林家木理所当然地反问 我当然喜欢啊 直接了当 柳如烟的心里顿时涌起了一种不知名的情绪 这就是喜欢的意思吗 直接热烈地表白 毫不犹豫地选择希望对方开心 他略微烦躁地摇了摇头 转身离去 再后来 林家木被张如晴欺负的半条命都快没了 他垂着 头戴着伤缩在小巷一角 而柳如烟正站在一旁的阴影里冷眼旁观 他应该并不喜欢林家木 可不知道为什么 他此刻特别想杀了张如晴 就在这时 系统心疼地开口道 宿主 你这也太惨了 我们要不放弃这个任务吧 换一个人攻略 你看你努力了这么久 攻略值都是零了 柳如烟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 可林家木突然开了口 不行 连我一个路人角色都能被欺负成这样 那柳如烟平时得被欺负成什么样子 哪有靠谱的大人会丢下小女孩跑路的 我说了会陪着她 那当然是要保护她一辈子 那一刻 柳如烟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 似乎是从那一天开始 柳如烟开始正式林家木了 她的举动 她的话语 她的喜怒哀乐开始一点一点地烙印在她脑海里 就连好感度也渐渐一路向上 几乎快要达到暖分 但每当她觉得情难自禁的时候 都会立刻给自己泼冷水 不行 她是攻略者 攻略只满格的话会离开 这个时间绝对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柳如烟得强行冷静好几次 才能让好感度下降几分 这段时间 柳如烟过得矛盾至极 一边因为林家木对自己的喜欢而开心 另一方面又因为压抑感情而痛苦 而就在这时 林更揪出现了 柳如烟一开始并没有把她放在心上 可直到有一天 她听见了她和系统的对话 林更揪待在器材室里 正对着系统大发脾气 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柳如烟很难攻略吗 可林家木的攻略值怎么都快满了 听到林家木这三个字 柳如烟停下了路过的脚步 朝里面看去 林更揪气得脸色通红 人家都要攻略完了 你让我怎么办 站在原地等着任务失败被抹杀吗 系统被吓到了 连连道歉 对不起 小少爷 林家木攻略了那么久都没完成任务 我还以为他肯定是失败了 听到这里 柳如烟有些不安 这个叫林更揪的攻略者 能让系统卑躬屈膝 还敢来挑战高难度的任务 身份肯定不一般 就在这时 系统突然小心翼翼地讨好 您别生气了 别忘了 我们其实还有一条路 那就是换命了 柳如烟的心跳陡然加快 这可不像是什么好词语啊 林更揪听到这里才舒了一口气 也是 只是我好久都没这么做了 我还是先去攻略柳如烟试试 如果攻略失败了 再和林家木那件人换命 说着 他一把推开门 结果没注意不小心跟门外的柳如烟猛地撞上 那一刻 林更揪大惊失色 担心自己暴露在柳如烟表面上 并没有什么波动 反而一脸担心地微笑着 同学 我没撞疼你吧 绝美精致的五官配上温柔是水的声音 让人看完很难不为之心动 就算是林更揪这种经验丰富的攻略者 也有些别扭的红了脸 柳如烟笑容不变 可看向林更揪的目光却冰冷至极 他心里已经有了加木 在计划者和林更揪偶遇了几次后 他已经打听到了换命的方法 可是没法使用 毕竟换命是要发生在活人与死人之间的 就比如 如果林更揪攻略失败被抹杀了 那系统就可以让林家木和他换命 代替他死去 也正是靠这一点 林更揪攻略从来没有失败过 其他世界的攻略者只想着和林更揪宫廷竞争 根本就没想过他还有这么狠毒的招数 最后只能在疑惑中死去 柳如烟的眼神越发阴暗 不过现在可以反过来了 只要让林家木攻略失败被抹杀 那他就可以换命 让他复活 同时让林更揪彻底死亡 于是为了保护林家木 他开始压抑住了感情 逐渐远离他 同时换着方法去追林更揪 林更揪大喜国望 以为自己已经用魅力拴住了柳如烟 没有被抹杀的可能了 便没再想过要换命 但柳如烟每时每刻都在想 他看向林更揪的目光里从来就没有爱意 反而满是阴沉的狠力 可就算如此 林更揪的攻略值还是在逐渐上升 柳如烟冷笑一声 感情分明是这世界上最玄幻莫测的事物 爱意 恨意 不甘 遗憾 战友 种种感情交织 又岂是机器能精准测量的 所以系统判断攻略值只是根据外在的行为而已 只要几句假言假语的情况 系统显示的攻略值就会上涨 真是愚蠢啊 但就算这么想 当林家木急匆匆的找来时 柳如烟看着他那不到60的攻略还是心痛的要命 在面对林家木不解的质问时 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只能强压住自己热烈的感情 洋装冷漠地把他赶走了 最终 林家木神色痛苦地离开了 柳如烟紧钻着手 用力到指甲嵌入肉中 血液顺着手低落 再等等我 哥哥 请不要对我失望 我应该很快就能再次对你表达爱 等到林家木攻略日期截止那天 他正陪着林更就在参加发布会 就在这时 手机突然震动 林家木来电话 柳如烟的眼眶树然就红了 他知道他的哥哥完不成任务 即将被抹杀 可他到最后也没法传达自己真正的心意 就在这时 有人突然问刘小姐 您能走到今天 最想感谢谁 柳如烟内心一动 他深吸一口气 压抑住了颤抖 我能走到今天 多亏了林先生的陪伴 他将隐秘晦涩的爱意藏在语剧里 希望能让电视那头的林家木感受到 于是 柳如烟难得真情实感地补充到 他是我的光底下 的观众尖叫连连 全都磕疯了 连林更就也害羞地笑了 就在这时 他的系统突然惊喜地提醒 小少爷 林家木完不成任务被抹杀了 您可以彻底放心了 林更就闻言长输了一口气 那就好 这下终于没人跟我抢柳如烟了 可他的笑容还没扬起来就消失了 因为他的灵魂忽然被生生拉扯出体外 痛苦至极 林更就猝不及防地倒在了地上 在心里怒吼着 怎么回事 系统久久没回应 过了半晌 他才惊惧万分地颤声开口 小少爷 我们 我们被人换命了 林更就已经疼得神志不清了 但还是不可置信的 怎么可能 谁胆子这么大 柳如烟微微一笑 在摄像机照不到的四角 他凑上前去 和你的系统一起下地狱吧 林更就 林更就一愣 缓缓朝柳如烟看去 但还没等他挣扎着开口 柳如烟就嫌弃地捂住了他的嘴 你赶紧死吧 别耽误我时间 我还得赶着见哥哥去呢 到最后 林更就念慕争宁 死不瞑目 彻底没了气息 整个过程没超过一分钟 在一片哗然中 柳如烟洋装焦急地起身离去 林先生好像突发心脏病了 让我去找医生 然后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 朝着林家木的重生地一路及时 柳如烟心里满是期待 他迫不及待地要去诉说 隐秘多年的感情 可是在得知林家木的新攻略对象 是张如晴时 他愣住 张如晴那可是霸凌过他的人了 这波系统根本就没安好心 等林家木发现自己的新攻略对象时 他得有多崩溃 那一天 柳如烟终于对这个世界厌烦了 他奄奄地想 为什么林家木这辈子 要一直受系统的操控 为什么他要被迫去攻略 形形色色的人没办法拥有自由 为什么他会时时刻刻 面临被抹杀的危险 与其让他过着这样的生活 那还不如彻底引爆这个世界 把凡人的系统 轮回的生活 以及越发病态的自己 都一同炸得粉碎 于是后来柳如烟真的那么做 在把伤害过他的人 一个不落地杀死后 柳如烟用沾满鲜血的手 给林家木送上了崭新的人生 他将尖刀毫不犹豫地刺入了身体 看着林家木惊慌伤心的脸 柳如烟温柔地浮去了他的泪水 不要哭 他记得林家木说过 喜欢一个人就要让对方开心 而不是心疼 于是柳如烟在紫藤花里下了无害的催眠剂 让林家木安安静静地睡觉 再然后 他强行留下了系统 并操纵着流血的躯体 把林家木送入新世界 等做完了这一切 他终于心满意足地倒下 耳边是震耳欲龙的爆炸声 和系统的尖叫声 柳如烟微微一笑 既然这辈子没法嫁给你 那就以一场盛大的死亡 当作下辈子给他的一份嫁妆 睁开眼睛后 我头脑并没有完全清醒 似乎做了一场很长很长的梦 在梦中 由于时空的紊乱 我看到了柳如烟所有的记忆 尽管有些混乱破碎 但几乎每一片都在用力写着爱 从一开始热烈赤诚的爱 到后面小心隐忍的爱 原来他从来都没有变化 他一直从始至终地爱着我 甚至到了最后 便以为了让我自由 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就在这时 母亲惊喜地喊声响起阿宇 你终于醒了 她握着我的手洗肌而起 你昏迷了快一年 真的快吓死妈妈了 看着她熟悉的面容 我这才想起来了 我是单亲家庭 妈妈独自抚养我长大 家里虽然贫困 但也很幸福 直到有一天 一个系统突然出现 说她已经绑定在我身上了 必须要完成任务 不然就会死 于是我穿梭在了各个世界 开始变成了攻略者 身如扶贫 直到此刻终于重新落下 我看着眼前的母亲 终于忍不住痛哭起来 我紧紧抱着她 感受着这来之不易的重逢 或许这就是柳如烟 所谓的睁开眼就有惊喜了 我的身体并没有出什么大问题 很快就出院了 此刻正值秋季 萨萨凉风中 一片片紫藤花随风而动 落在地面 煞事好 我好奇地问母亲 妈 我们这什么时候 有这么多紫藤花的 母亲思索了片刻 好像也就是上周的事吧 这条街 有个有钱的女租户搬来了 就在这儿移植了很多紫藤花 她感叹道 有钱真好啊 听说还是因为账促 喜欢她这么做的 多浪漫啊 我难得笑着打去道 妈 您又不是小孩子 还相信这些呢 重新回来 母亲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少女心 一切都没变 真是太好了 她敲了敲我的头 撇着嘴巴 别平了 医生说你要多呼吸点新鲜空气 那你就先在这里逛会儿 妈先回去做饭了 我乖乖地点了点头 然而在她的背影消失的那一刻 我嘴角的笑容逐渐淡去 自从回来 我满脑子都是柳如烟的身影 她最后那张鲜血淋漓的笑脸 恐怕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了 我轻轻踏着落花走在这条街上 这些紫藤花轻盈淡然 一看就是被精心培育的 能看出来那个女护主 一定很爱她的丈夫 这让我想起了几年前有一个少女 也是像这样承诺过 会在我家种满紫藤花 只是她没能活到那个时候 我鼻尖发酸 泪水不自觉地模糊了视线 明明我只是个普通攻略者 柳如烟却愿意为我放弃生命 为什么会因为爱心甘情愿 放弃自己的一切 就在这时 一只雪白的手 突然轻轻帮我擦去了眼泪 为什么要哭 紫藤花不好看吗 这声音里带着一丝倾笑 娇俏而熟悉 我的心跳声陡然放大 不可置信地回头望去 紫藤花下柳如烟 笑容明媚 眼底满是浅泉的爱意和温柔 好久不见 哥哥那天的紫藤花热烈而茂盛 似乎在展示着他的花与味而生